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是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晚上事件 这两天最重要的事情除了病毒处缘的国会停证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美国对中共军援俄罗斯的全球供应链的一系列的制裁 我们早上大概说了一下 今天晚上想听听 Steven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首先这个事情 第一个还是路德说的谁疼谁知道 因为这种制裁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或者说是没有一些深入内幕的人 我们可能看不出来什么门道 但是因为这些公司第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感觉这些公司好像跟军援俄罗斯 或者说是其他一些中共国针对于俄罗斯的这方面的合作也好 或者说支持也好 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指向性 按道理说对吧 军援俄罗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一定要是什么中共的什么军事公司 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武器制造的公司 但是事实上现在这个名单就是查出来 就是这个清单查就是第一波清单公布出来之后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种于无深处听惊雷的这种感觉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逻辑 对吧 如果说一家公司大到连我们都知道的话 那其实它的这个目标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而中共针对军援俄罗斯这种东西 它实际上它想表现出来的方式 还是想用一种隐秘 或者说是不在台面上去展现的这种方式 因为第一个这个习啊 他就是想两头讨好两头吃 是吧 这个猪头就啥都想吃 哪边的便宜都想占这种人 所以他如果说他要尽可能的维持和美国之间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联系的这种经济啊 金融方面的这些 关联的话 那他肯定要选择用一种隐秘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种就是第二个就是 他不至于他就是 他如果说用隐秘的方式的话 他不至于把这种 军援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展现的太大 所以他才会 所以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想的话 那那些大公司 他绝对不会在明面上 明晃晃的 明目张胆的去支持军援俄罗斯 所以现在给我们的 给我们看到的是 反而美国提出的这些清单当中 很多公司都是一些 给我们看出来是一些借壳 或者说是 一些就是以民营为包装的这种 军民融合来产 就是来以这种伪装 就是的这种公司 所以其实这个让我们感觉 美国他的确是打对了地方 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思路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说你只是用一种 伟大 就是用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针对这种大的这种 目标来进行 来进行制裁的话 其实给我们感觉 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制裁 到这种点子上 或者说你没有说 抓住他的这种命门 因为你的这种暗网络 或者说这种隐藏在你皮肤之下的这种毛细血管 你根本就没有 是为了在堂塞国会 或者说在敷衍民意 来进行一些纸面上面的这种制裁 但是现在给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确是实质上面 就是在针对很多干货上面 在进行这种制裁 这个让我们感觉是美国 就是在针对中共国 在隐秘网络这方面 军援俄罗斯 他的确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而且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 美国在针对这方面的这些制裁 绝对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是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调查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之前就是美国官方政府这方面 他一直都是在用一种 之前都说什么中共国 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表现 就是中共有军援俄罗斯这方面 他其实我觉得有一层战略上面的意义 也就是他避免这种打草惊蛇 因为他们的确是在深入的去挖掘很多东西 一旦说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挖掘出来 公布了之后 他们再去对中共进行控诉的话 那这些就是他的这种暗戳戳的这种网络 被捣毁了之后 已经是无法去 就不可逆的这种影响会造成 所以就是美国 其实我觉得他的政府层面 或者说是其他一些 就是权力机构的这些层面 针对中共国的这些制裁 他其实都是在实在的进行很多动作 而且是在相互打配合的这种 就是这种工作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们才能针对中共国军援俄罗斯这件事情 真正的打到点子上 然后来把中共国军援俄罗斯的这件事情 真正的去消除它实际的这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制裁 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看不到门道的话 不代表它没有作用 反而可以说他很多情况下 他的这种作用是我们 这种就是普通思维所想象不到的 美国他可能是针对了很多他秘密的这种 就是内部的这种网络来进行制裁 和相应的这种调查的一个结果 路德 所以你看这个 你刚才说的太对了 就是你看之前说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并表皮 他没干这个事 是不是 美国一旦推出来 那就是实锤 所以通过这你看这病毒也是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逻辑 所以中共干任何的坏事 他百分之百一定会被揪出来 这是什么 这就是底层逻辑 你再继续分享一下 结合这些 对 因为就是美国现在给我们感觉 就是这种调查 对吧 他很多情况下 他不是说领导一拍脑袋 说什么 我让你去调查啥 你就去调查啥 他当中很多东西都是会有文件 这种知识 甚至很有可能是签了某些协议的 也就是说 你不到很多时候 你是不能去公开的 或者说 就算你查出来了很多东西 你也是不能去完全公开的 因为这个当中是 很有可能是有一些安全许可上面的限制 或者说有某些协议当中 条款的这种限制 来就是来保障你的这个 调查能够持续或者说有效的进行 所以很多情况下 就是 其实事情都是在发生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这件事情怎么没有声音了 或者说 好像雷声大雨一点小的这种感觉 但是 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美国 他的这种 无论是安全审查的机制也好 或者是 这种调查的机制也好 他其实 他就是 他在 在阶段性的完成一些工作之前 他都不会去 很明显的去表现出来 他要去 查什么东西 或者说 他的这一条逻辑链 或者说是 调查的策略是怎么样 他都不会去公布给你的 就是 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 美国他打法 先进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 他是实在在进行很多 就是针对逻辑链条上面 缺失的这些 证据链的调查 第二个就是 他不会去 打草惊蛇 去让你的这些 就是 让你的这些 就是想要被调查的人 提早的去 做出很多这种防御性的动作 所以 我们看到是 美国现在就是 基本上是 阶段性的 他推出了这些 调查的结果之后 他的这些敌人 基本上就是 没有任何的这种 基本上就是 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没有任何反应的 这种时间和空间 所以 这个就是 让习也好 或者是 让这个什么 中俄一这些联盟也好 他们 现在就陷入了一个困境 就是 你不知道 美国 他针对你的这个调查 第一个是 已经调查了哪些环节 第二个 他的进度 已经到了 什么一个程度 这个都是 没有办法去探查出来的 所以 这个 就是这个调查的独立性 其实是让中俄一来说 是非常非常头疼的 因为他们想影响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影响 他们想针对当中的某些环节 去影响 他们也不知道 这些真正的真结 是在什么地方 真正的关键 到底是在 就是在什么样一个节点当中 所以 我觉得啊 就是美国现在 他的这种独立调查的 这种先进性已经非常完整的体现出来了 也就是等到最后 我说一个结果 很有可能就是你中共 你到最后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或者说你就是有一天你反应过来说 哎我怎么已经大难临头了 你可能前一天你都不会知道 所以习他这种 现在这种想用什么战略决胜 这种方式来去撼动美国这一套完整 或者说是非常 就是完备坚硬的这种体系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 或者说他的这种想法思维 还停留在小学生的这种层面上面 简直是太天真了 所以就是针对美国 他现在的这一系列的调查 和对于中共国 这个有系统性的制裁来说 我觉得中共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 很有可能就是像那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等到最后他发现他的钱也没了 然后各种渠道也都被斩断了 然后只剩下习对吧 他这一个孤家寡人 在那边就是接受 美国最终的这种制裁和审判 你的这个SWIFT啊 就是这种银行啊 他的这个银行账户 他海外支付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勾连 其实都是错综复杂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财政部 他对于这个SWIFT的制裁 他绝对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策略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 虽然说就是这个SWIFT他需要去制裁 但是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去看到 就是第一阶段 中共国就是他被制裁之后 他的这个反应 他的这个反应就是我们在短时间内 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他的这个官方回应 就是这个外交部啊 他已经是表示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对 所以就是中共国如果他再进一步这种嘴硬 或者说还富于顽抗的话 那美国他的这个制裁 我觉得是不得不去进行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美国 他现在可能有一种剑菜下饭的这种感觉 如果说你中共国是用一种 还是用这种富于顽抗的方式 那美国很有可能最终会选择一种硬着陆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你中共国是把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的这种方式 那我觉得美国很有可能是用一种 就是相当于现在这种软性脱钩的方式 来对于中共国来进行这种金融制裁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因为中共国他的这种对于美国社会 或者说对于美国大选这种棘手的这种渗透 对于美国这个政府也好 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权力机构来好 他们很有可能是不得不做出 就是最终Swift制裁的这种事情 所以就是针对路德之前说的 如果说要彻底的消除中共国对于美国大选的这种干扰和影响的话 一定要斩断他就是和他的这个金融体系 对于美国的这种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很有可能在90月份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推出 因为就是到那个时候 可能大选已经要进行到一个冲刺阶段 也就是需要民意去不断的去铺铺成和去巩固的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一定要去杜绝中共国 他对于美国大选舆论的这种影响 包括他这种什么南部走线 这种对于中共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影响也要去斩断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在可能就90月份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去推出就是针对中共国这个swift系统的彻底的这个脱钩和制裁路德 好的 谢谢斯蒂文先生精彩分享啊 总结的非常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结束 不要点赞分享 再见